为了纪念不休息菩萨承道五周年 法医崇德道场特别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崇德后福百代新传活动 超过一万五千位观众及工作人员热情参与 其中包括来自全球四千位外国道卿欢聚一堂 台中及彰化道场为了表示对不休息菩萨的尊敬 出动了四百八十位志工演员及工作人员 献上动人的精彩节目 十二月九日是法医崇德道场的大日子 为了感恩不休息菩萨舍身开荒的得责 所有道卿在菩萨承道五周年举办了盛大的聚会 经过十个月的筹划不断的练习 台中及彰化道场的道卿准备用五大原动力 来表现永续宏道的决心 演员来自道场三界 年纪最小的有国中生 年纪最大的超过六十岁 大家利用课语时间及下班时间即合练习 希望在正式演出得到观众的共鸣 十二分钟半的节目分为收社 万国九州 归心 原动力 崇德永续等五个段落 以五大原动力及四海一家 两个主题贯穿节目 希望从向心力 结合力 推动力 凝聚力 团结力 表现永续宏道的决心 以四海一家来表现 欢迎各国道卿回来 以及展现发一崇德道场 道物红展 节目一开始 由大谷带出震慑人心的盛响 五大原动力的书法 则是背头的影像 接下来崇德旗 即象征万国九州的九八火炬出场 观众期 两侧依序展开各国国旗 此时团道人出场 向左右挥手 将万国众生新灯点亮 点点星光 再发一崇德 在暮灯前汇聚 代表白水圣地的太极殿出场 一阴一阳的武术 隐喻发一崇德道场 刚柔并济 以五大原动力突破各种难关 勇气和道 一种色彩的水染带 搭配类似全树的武道 合并为法轮长短的意向 急需默契的抛街动作 更隐含了道场 综艺斯班 石柱运作 人才库等不同 主席之分工合作 节目最后 在灯海中 在不休息祭典服中 以章话道场为主的 共伴白羊带动唱 将现场观众的气氛 带到最高潮 参与幕后的志工人员 也投入相当多的时间护持 秉持不休息菩萨规划的 道场架构 以及集体领导 整体带动的概念 海中集彰化两个道场 成功做到合作整合的工作 展现出和谐 合作的集体力量 展现出和谐